你好 终于你们一只脆的软末测评来了 从韩国皮肤科专用到爆火的口碑产品 总共10款 全都是自费购买上年实测 我将从这些维度详细解销我的使用体验 还不干净来抄笔记 这条视频会分两期发布 记得出场再看 主胜是韩国皮肤科律师的专用品牌 它叫的这两款大家适不上眼熟 先说最火的这款 微水润蓝膜 它在开袋和搅拌时 肥分比较严重 这点我不太喜欢 因为含有大量的螺旋爪 所以挑开后使上绿色 这款的话缺点是比较难掌握跳纸比例 上面很容易掉下来 气味也不太好玩 但凝固后很好摘取 而且上面有明显的清凉感 推红针钉的效果不错 我一般在晒红绣护士使用 动物机可以考虑这款 然后是他家的水药软膜 背负情况和挑纸难度和蕊之人差不多 脚抱后使这种 暗透明整理状 比蕊之人还稀 还要容易乱滴 抹磨时的手感很擦 使用后及时补水的效果还可以 总体来说很普通 和我后面要讲的 零杰一冰刷软膜 在质地和覆干基本一样 当我用这款时 我而有过敏情况 零杰一难寒就不会 所以 这条 这条是原型品牌 S倍的茶色软膜 这款在韩国一般是英美项目后容易舒缓的 它是这种淡黄色的面粉质地 非分情况可以接受 不过调出比例和一般的软膜有区别 搅拌时会有色色的感觉 所以要多防一些水 如果不迅速拌匀的话 很容易解快 我刚用的时候也失败了几次 不过这款上链涂抹的手感很好 凝固速度也比较慢 一次涂抹不到位也来得及调整 凝固厚的封闭性也很好 因为是原型产品 所以上链是温和不刺激的 不过这款性价比不太高 在中国也比较难买到 只推荐产作因为请客们尝试 Kelisense的这款爱超软膜 在韩国也很有容器 它的粉体是这种微微飞风的 淡黄色淀粉 搅拌很简单 基本不会结块 线绣调配也很容易上手 刚涂上就能感受到服帖度很棒 有细肤老肥脚趾的效果 而且上液清清凉凉 无许舒缓的效果很明显 但这款凝固后 边缘会直接看到掉粉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在处时就要小心了 要注意动作轻柔 不容易刺激皮肤 这款比较推荐干皮 或者换击期强化皮肤屏障式使用 然后就是这个我之前有推荐过的 文心语心超然膜 这品牌现在在韩国很活 首先要化妆一下它的体力包装 这一点真的很方便 非分情况也很轻微 搅拌比例也是同样的1B0.8 搬完后是这种淡绿色的男友之地 很好涂抹 这款是10款中上液附贴度最好的 摘下来后甚至能看到毛孔的样子 舒服力很好 但占完效果就一般 而且它也是干掉后便宜容易掉粉的这种 总的来说这款产色很安全 虽然价格比较高 但用量很选 一包能用两次 很适合在脚趾管理之后使用 好了上半期的这5款栏模就介绍到这 接下来还有5款 韩国超火的高容器栏模 我会尽快更新 记得要来看 安妞